我會跑步 跑到還沒有入住 享受那段無憂的獨處 什麼熱戀的甜 什麼失戀的苦 前輩是我的日在後補 被網友誉為小隨堂的李蜜 三日舉辦新專輯發表會 這次要帶給大家全新的感受 但他也透露真的花了好多錢啊 因為我真的籌備了快兩年的時間 所以就是錢的方面 我就是很努力把自己的一些存款 還有去貸款啊 就是希望這張專輯可以做到很好 前前後後總共加起來大概一千多萬 這年頭要發片真的太不容易 而這次除了讓大家聽歌 專輯還附上一百多頁的寫真集 要給大家驚喜 裡面有就是只穿小內褲的 然後其他都沒穿 所以就是也有一些揚眼的畫面 完全沒有尺度限制喔 而單身很久的李蜜也說 真的好想談戀愛 對著鏡頭當然要把握機會 喊出真有條件 條件喔就是第一 就是一定要 所有要比我強 一定要很愛運動 然後喜歡就是貓狗 然後就是希望想法能夠合得來 最好可以是基督徒啦 覺得我們都養得起自己 其實都經濟獨立 這樣就OK了 呃... 解藥的不多 真的只要這樣就OK了 好 來吧 來吧 感谢观看